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善一共有十亿个 头一个相信 你能够有智慧了以后 你相信有一个正的 有一个对于你的一切都好的 但是这个东西呢 真正要的什么呢 你非得相信它 你能够这十一个善 头一个你相信正法 相信做人的正道理 什么叫正呢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呢 多简单 人家要这么对你 你愿意不愿意 你也不愿意啊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头一个就是信 然后呢 我就跟着就精进 我相信了这个东西了 相信了 这一个真正能够准备 我就按着这个精进 今天不是今天我 三天打鱼 十天来晒网 你不精进了 精进的话 是知道这个东西这么好 我不停地进步 这叫精进 然后呢 我很惨 我很愧 我自惨 我没有做得太好 我很好悔 很愧 对这个骨折神圣仙尖 很愧对我自己的良心 很愧对我的父母把我生出来 我很愧对老师跟我的朋友们 你能够惨 惨你做错了事 以后不要再做 你能够愧 觉得愧对所有的人 你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 让你不会对这些人有愧 这时候呢 你这一些东西 主要的三大恶 贪 撑 吃 我们就是因为贪 我们就是因为贪 贪 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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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我要 没有一个知足的感觉 你能够无贪 你这时候在得食之中 陈念就少了 当你贪心少了 陈念也少了 于是你的智慧 自然而然的就露出来点 今天长一点知识 明天长一点 每一天都有知识增进 这就是智 你有了智了 你自然就生了智 知识而后 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 能安安而后 能律 律而后 能得呀 这是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得 在心明 在知一知山 然后底下就这么一大堆 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人人 都应该把这一篇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得 在心明 在知一知山 知之而后 又定这一致下去 这一段呢 实在中国人都应该背一背 所以在这一个东西之下 没有沉 没有吃 我们这个 贪沉吃没有了 想要得到的东西 没有了 我真正能够做下去了 你真正做到 这个心定下来了 你自己感觉到 心安 不但安了 你感觉到身体的重量都没有了 这叫清安 清安不止生理清安 心理清安 身心都轻松了 都安静了 这时候 你这时候 你不会放纵自己 去得到一种 人世间的 以为很好 很可爱的 不再放逸了 知道 我人生只有这么短 我至多活一百岁 我至多活一百岁 人生好短 我把人生就这么放逸了 浪费了 好可惜啊 到你要死的时候 你有千千万万的金钱 买不了一分钟啊 所以 活着的时候 有生的日子 绝对不要放逸 你能够不放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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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呢 你就知道 这些东西到我一死的话 寸丝骗了都带不走 假设现在有人需要 无论是金钱 无论是 任何物质的 精神的 我都行舌呀 这个舌子应该 跟那提手旁的舌一样 都能够舌 没有不能舌的 当你死的时候 什么不舌 你爱的 你喜欢的 你保存的是你的 全都得舌掉 片丝寸楼 我们都带不走 我们的名 我们的光荣 我们的物质的精神的 没有一样能带走 你现在不舌 什么时候舌呀 那么还有一个呢 不害 记得 你害人 你害人 只是被害那人被你害死了 旁边很多人看着你 所以不要做害人的事情 不要使人家受损伤 所以 这一个 八大 里头 再说他了 然后十一山里头 我绝对不害人 凡是伤害到别人了 绝对不做 这是十一个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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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